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3月19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 有十座教学与答疑 老师要继续讲原始点手法 那我们今天十座教学跟答疑的部分 首先要播放我们2023年整理更新的 关于上下背部原始点的按推及注意事项 接着有张医师讲上背部第一点的按推方法 和肩部原始点的按推补充 讲完之后老师会有一个答疑 答疑之后再请老师开始讲原始点手法 好 现在我们先播放 上下背部原始点按推及注意事项的影片 上背部是从肩颈结合处 一般是以脊椎旁开一指宽 这里都是一样 然后一路到哪里呢 到腰椎最顶端这里就碰到骨头了 这里称为上背部 到下面这里我们就称为下背部 两侧都一样都要按推 都是旁开一指宽 我们这个从肩膀下来 上背部这三点 一般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位置 位置一般我发现 大家都会揉得比较下面一点 事实上它第一点的位置 一定是在肩膀对过去 然后跟颈椎直线下来 它两个点的交汇处 那这一点有一点要滑下去 那我们推的时候 就是把这一个顶上来 然后这样直直下来 这一点刚好是 如果没有揉到 很多人是直接就跳过这一点 就直接在这里上面 一开始站就是以弓箭步 身体往前 绝对不要往这样 这样身体容易塌 在转的时候容易塌 变形 比如说你这样斜的 身体它就可能 你如果站这样 那腰就容易这样转 向它变形 那所以你一开始 你是站这样直的 靠过去往前 那这样第一点就出来了 好 同样这一边也是 它靠过来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向背部 第一个它身体是往前面的 而不是站这样 很多人下来 它就这样下去了 那事实上它还是斜斜的 所以我们的道理都一样 我们都是往前的 所以它两脚都是平直的 这样站 那这一手扶着 掌心一样向上 但同样跟整骨一样 不能翘高 翘高你这里虽然90度 那你身体就要往后 往后 轴就会对头 事实上 轴还是要对胸 那怎么办呢 这个放下去 放到比头低 那你这里超过90度 势必身体要怎么样 往前 然后它要对胸 然后不能直直的 这样直直的也是 轴对肩也是错 那你就要靠过来 那靠过来之后 这个脚就自然往外移 后脚 那这个姿势就能做出来了 那因为它够低 那为什么手要这样 因为它碰到头 所以不能直直的 所以一定要往外 它往外就是要稍微往下 这样就能做出来 一般志工揉脊椎站 是最重要 那第一个要 与肩同宽 也就是第一脚站在肩膀 这里平行下来 第二脚站在 脚骨上沿 这一对过来 所以这样的姿势 就是与肩同宽 只要一站开 就不容易做出来 那另外还会犯错的 第二个就是 很多人站的位置 离床太远了 正确的位置 是你对过来 就是床沿这样下来 刚好对到你的指尖 一般这样就可以 那这样揉对侧绝对没问题 有些人比我更高 他觉得好像 揉同侧他就会有压力 可以退后一点 这个没关系 如果这样 好 我以床沿 指尖对着床沿 那这样来做 直接 脚一定要围蹲 那这样就靠过来 整个身体要靠过来 而不是只有身体靠过来 臀部不靠 这样不行 整个要移过来 好 那姿势就变这样 那这是揉对侧 如果揉同侧 这个位置应该也是可以做得出来 但是如果要揉身 你只要把这个腿 搬开 往外翻 而不能内扒 这样是没有力的 一定是往外撑开 好 那这样往外撑开就可以进去 好 那一般揉错的大部分 会怎么样呢 有时候一开始就站这样 然后 这个位置要揉对侧 很显然会很吃力 他会身体就会变这样 然后脚就没办法蹲了 他就站这样 死死的 他整个身体看起来就平平的 那这个一定是用蛮力 一定用手的力量 所以很多人在揉 你看得出来 他手就非常用力 就变成这样 这样再揉 那正确一定要 如果揉对侧一定要站到这样 那距离差了 你看这样 你的手就自然变轻柔了 就没有那种 要想出力的那种感觉 那这样患者也会比较舒服 好 所以站的位置 一定要记得如果揉对侧 以床沿平齐 如果同侧你感觉 还是有一点压迫感 那就怎么样 稍微退后 从这里退到这里 那顶多也是这个距离 而也不要退到这样 那这个距离应该是 以我的高度应该是这样 那矮的 就不需要退到那么后面 也是随个人去调整 如果站姿站对了 我们开始揉的时候 第一个 右手扶着 那从上背部开始揉下来 所以我们的工具也拿出来 我们的工具 一样用手肘 但掌心向下 好 就放到我们要的位置 然后整个身体就靠过来 那这里的位置 一般有时候会稍微超过90度 是被允许的 反正不能直直的 直直的很难揉 一定有一点斜斜的 往前斜斜的 这样的角度就容易揉了 好 再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塌胸 塌胸就是这样 不要这样 也不要塌腰 塌腰是这样 这个都不要 就是一定要稍微 胸要拱起来 那要收小腹 好 就变成这样的形体 那这个角度一定要特别注意 稍微大于90度 是被允许的 好 我们开始揉 我们按推的方式也是这样 前后 按推也是前后 好 这一手按推完 换另外一手 所以如果角度过大 它大于这样 这样也不行 这样很吃力 同样它这样直直的也比较难揉 何况有些人这样凹过来 那就更不行了 所以正确的 一定是稍微斜斜的出来 稍微大于90度 好 那这样是最舒服的位置 站好位置之后 那我们工具拿好 第一个用手肘掌心向下 好 一手扶着 放下来 那这里要稍微大于90度 然后这样看下来 我整个身体也移过来之后 这里对过来 因为稍微大于90度 是在下巴也不对到胸 好 那这样的角度就可以揉了 好 不一定要到胸 胸这样就变成很直 不好揉 所以还是有一点出来 那这个对下巴就可以了 那我们站姿站好之后 掌心向下 那以手肘的工具 直接按到我们要的点 从上背部开始揉 那整个身体就靠过来 那这时候 这里会稍微大于90度 从上看下来 这里对的是下巴 而没有对到胸 但是从正面看过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肘会对胸 如果你这样是错的 肘对肩是错的 那一定身体 还整个身体都要移过来 这移过来之后 这里肘就会对胸 从正面看是肘对胸 但是从上面看下去 这时候的肘是对着下巴 下巴下面 那这样就可以开始按了 有些患者不能趴着 他只能坐着或側躺 側躺的时候 一般最常用 当然也有手肘还是可以顶进去 所以最最不得已才让他做 一般药部如果他能够側躺 我们也比较好做 虽然没有趴着 那我们还是可以比较顶进去 我们还是一样手肘为主 然后身体往前顶进去 身体一定要蹲下来 这样才能够垂直的顶进去 这样力量才能出来 你绝对不要这样 这样就没力了 身体蹲下来 然后顶进去 这样力量非常大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不救 出去的时候 你也可能没有整集床 那也是这样 在床檐的旁边 你就可以这样顶进去 那这一手也是一样 可以顶进去 好 另外还可以 这个躺下来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前头法 比如我做给大家看 这时候前头法也可以用 那这时候 你看前头法它的应用面不大 我认为只有在像测躺 还有患者做的时候 才会用到前头 因为它面积大 比食指还面积大 然后刚好顶在脊椎旁 这样一次就可以 做的面积就这么大 所以也比较方便 所以它是这样 这里一定要动上下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有时候用手肘 有时候又用前头呢 因为你单一个方向 你会做得很累 然后有时候它已经 会侧躺 又不能趴的表示 它身体情况已经很差了 这时候 你可能要用比较久的时间 所以不要用单一的姿势 所以才要变化 那这时候我最常用的 就是这两个 还有前头法 当然偶尔我还是会用顽骨 这个也因为它 这个很方便 顽骨任何一个动作 好像都可以尝试着这样做 这时候它患者坐姿 原则上 你当然还是可以用 以手肘为主啦 因为背部实在 其他的工具 要按推到深层不容易 那我们可以考虑 如果患者已经很稀 先用顽骨 尝试顽骨就是贴着 然后就可以 那另外 才有常用的前头 前头法握前 不要这样奔紧的握 一定是稍微握有虚虚虚的 它是软软的 它也不是松松垮垮的 这个松 它是介于松跟硬之间 有一点软软 也就是我们说的握虚前 不是实前 实前就是好像要打前 前头跟人家打架这样 但是这里是 只要稍微握住 有一个形式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样力道就可以很松 松完的把它按出来 我这样握着 然后手这样放 好 那直接顶进去 然后就开始 好 顶进去 有没有 还是要动喔 如果不动它 错误是这样按 这个就不动 这个你很容易受伤 患者也不舒服 所以它一定是这样 这样才能按出来 那因为前头法 对于一个坐姿 你必须 起码要用两种手法去变化 绝对不要用单一 因为单一非常累 因为它会坐着给你按推 有时候你一按推 时间也要长 那你单一的手法容易受伤 所以这个刚刚我们示范的 顽骨 再来前头法 那我们再来就是主要的手肘 手肘就是这样 上面这三点这样上下 照我们原来的 这因为坐姿这样 蛮好按推的 接下来它一定就是 你要取一个自己的姿势 然后顶进去 顶进去之后 身体一定是靠过去 而不是用这样 这样硬邦邦的要把按推 那是没用的 身体靠过去 然后也是很软的 你看大家 好 那我这样就可以按推 所以这样你也不会累 患者也没有压迫感 尤其到了他不能趴的话 他最怕压痛感 最怕蛮力 那所以一定要靠身体的力量 点进去 好 那越到下面 你可能就要蹲得越低了 所以他的力量不好出 甚至到下面的时候 甚至你也可以变得这样 因为实在不好按推 那你只好自己去变化 这个都被引许 要不然你这样很难按推 这样没有力 反而把它张开来 尤其越到下面的时候 好 这个都被引许的 也就是坐姿你不得不变化 但你所有的变化 都是为了让你怎么样 好操作 接下来我们放 上背部低点按推方法 和肩部原始点按推方法 张医师的补充说明 实作教学 按推手法点评 一 请问上背部低一点 可以这样按推吗 站姿的低一点 因为它是在井间结合处置里 它其实是在这个坡上 所以我从这边探过去的话 为了能够按在这里 我的身体就要特别的探过去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的这个鞋向的压力 是这样斜的 就感觉这个力量 其实是下不去的 就是说可能 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的深沉 所以我可能就会 就是想请问说是否可以 我从这个角度 今天就会出这里 那如果说它的力量 它如果它不需要很大的力的话 那我跪着其实就可以做 如果它需要很大力的话 我可以站起来 顶在这里 这边也是差不多90度 然后也是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去 推 那这样力度怎么样 那个小陈 力度非常好 非常重 请老师答应 好 手法 其实按推第一点 早期我们站姿是用弓箭布 弓箭布 它第一个身体 一定要往前往外 尤其对策的时候 才能够做到 做到位 是不是力量 没有办法充分表现 我自己做事还可以 到目前还没有说 做不出来 如果其他学员 改变个方式 像刚刚这样的志工 改变个方式来做 可不可以 其实也是可以 为什么 我刚刚看那些动作 它顶得还蛮扎实的 而且顶得扎实 一定可以做到 如果 以方便教学的话 你看 为这一点 采取这样的方式 当然 在教学上 这个就有一点 比较繁复 两个点你就要跑 两边 如果以站姿 它是两边 左右侧都可以同时做到 我早期就是 研发手法的时候 考虑方便性 如果特殊的要加强 比如说颈椎到最后一点 肩颈结合处 这里确实很多人都忽略了 要再从这里再加强 我是觉得可以的 大家一定要先把基本功学好 遇到比较特殊的案例 你们自己觉得案不大出来 这样的变招可不可以 我认为也是可以的 我刚刚看 顶得那么扎实 应该做也是没有问题 只是如果要学 还是要从基本功学 这个变招大家可以参考就好 我补充到这里 二 请问千步原始点 可以这样按推吗 这个地方用坐姿的话 因为这个方向就不是特别舒服 可能这样会比较舒服一点 但是我觉得不如 就是跪着的话 可能按起来会那么轻松 跪着的话 你觉得两个会比较舒服 对对对 这个会比较舒服一点 可能也跟它这个体格有关系 就是我觉得这个这样做的姿势会比较明显一点 所以肩部还是柜子柜子做哈 如果肩膀它是有很大的力的话 那可能就是把它侧过来 然后这个胳膊尽量伸直到靠前一点 那这时候肩膀的这边这个原始点 它其实相对于这个失落者的位置 对跟按背部其实就非常类似 那我其实就按在这个骨头旁边 我这样做就可以了 感觉怎么样 比较尖锐一点 这样会量会比较大是不是 量比较大比较尖锐 ok那轻一点这样子 没有刚刚那个顿子推舒服是吧 对没有这么没有那么舒服 对没有那么舒服 但是这个按推的人好按推对不对 嗯 对我会觉得就跟按背部没有什么 对那这就有点你感觉怎么样 嗯对对 嗯这个已经很明显 对这样这个筋会特别明显 对这个筋比较明显 对对然后你如果说它痛点是偏里的话 你更容易按倒偏外的话也很容易按倒 如果如果是那个趴的的话可能就是 偏里面的那个痛点就不太容易找到 好 这个提问非常好 对于肩部员十点我的看法是 第一个确实现在的坐姿做不大出来 而且也不舒服 它那个手法左右它不是前后 这个跟我们的手法前后也是有违背 这个手法我也是不大赞同 也很想把它废除 在台北基金会我现在在教他们的时候 都已经改用贵枝了 这一点跟这位志光提出来的 真的完全不谋而合 我还是觉得贵枝 原来的贵枝比较好 大家再按推肩部员十点 可以参考之前的贵枝 另外他说还提出一个问题 如果要按推深层的话 是不是就像影片 要患者这样侧面这样来按推 我认为这个不是好方法 还是回归到我之前讲的 肩部员十点如果要按推 好要按推到深层 其实不用贵枝 只改用三七步 弓箭部用弓箭部 蹲定一点重心一点压下去就做出来 这个影片有没有 你们可以参考我之前最近放的腰椎 我有讲腰椎如果你要按到深层的话 可以采用不要说蹲的 两脚张开蹲的 你要往深层有时候力道 未必能进去 能够按到深层的 可以改用弓箭部 这个影片已经有放 肩部原始点可不可以这样 可以啊 而且我记得我在台北 有一个案例 他五十肩 大家做做很久就是没有感受 不管跪姿也好 坐姿也好 都没有感受 我帮他按 发现他是在深层 我就采用弓箭部 弓箭部按下去 他马上就感觉到那个压痛点 马上就显现了 而效果也非常好 这样当然是比较属于特殊案例 我相信临床上还是有的 肩部原始点 如果要揉到表层跟中层 贵姿应该就可以做到 如果真的一定要揉到深层 也不要叫患者这样 这样有一个坏处就是 你整个的在尤其初学者要抓点 不容易抓 我们教怎么找怎么找 因为他的方向变了 对于这些都会造成困扰 而且这样的姿势 事实上还不是最好 你将来如果要 能够按到深层 是靠身体沉下去 把工具带下去 重力道 反而可以显现出肛中带楼 不会给患者有压迫感 却可以按到很深层 第一个贵姿我是同意的 第二个部分要按到深层 采用弓箭布 如同我上次影片按推腰椎讲的 我也是采取弓箭布 这个就可以按到很深层 这两者都有一起同工之妙 好这个肩布原始点我就补充到这里 老师接下来请您答疑 有人想加入台北志工学习原始点 他问要什么条件才能加入 这一点 以前台北基金会在收志工好像很宽松 要求几项大家签个约 你能遵守 再开几堂课就让他进来 时间一久发现很多志工水准都掺之不齐 我也开始整顿基金会志工 我也跟台北志工说 以后有人要加入 需要有什么条件 他第一个一定要经过我面试 我一定要跟他对谈 我会问他为什么会来基金会 发心怎么样都问完了 发现他发心也蛮纯正 而且又愿意付出帮助人 这个只是第一关 如果我认可而可以进来的话 那我还要观察 我可能不会立刻教他们收法 我可能会教他们做福田 比如基金会一些打扫打理的 这些工作一定要去做 清洁工作甚至帮患者填资料 类似这样 这样我再观察个半年到一年 发现这个人体不错 确实是真的发心纯正 我才会在这样的情况下 去教他原始点收法 那我们今天的实作教学跟答疑 就播放到这里 那我们现在开始讲原始点手法 一 原始点手法 原始点手法的研发 是为了解除症状 而预达此医疗目的 手法必须在诊断的指导下 配合热源的应用 才能大幅提升其安全性 及有效性 原始点手法 包括按推位置 与按推技巧 处理疾病则守重位置 其次才是技巧 便疾病之体伤位置 可通过按推 相对应之原始痛点 若有改善 此系他处体伤 所致之病症 应按推原始痛点 即温敷原始点 若按推无法立即改善 此系患者体伤所致之症状 应按推患处痛点 即温敷患处 如此诊疗 才能达到解除他处 或患处体伤所致症状的目的 好 这一段 先把我们的手法目的 还有它重点在哪里 都有讲出来了 手法非常重要 尤其这一次我在处理重病患者 我就感受很深 虽然重病患者是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你很多人像刚刚影片 他孩子处理他家人 你看他手法不准确 他一直强调温敷热源 即便他已经重病了 好像强调热源是没有错 没有手法去辅助 他根本做不出来 重病之所以常常会死 我们说是热能不足 到最后热能耗尽而死 有没有想过在这个过程中 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解症 体伤影响到热能 像热能进不去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案例 这样患者自然就慢慢 情况就加重 我觉得重病手法更要加强 大家别以为轻重症 比较重视手法 重病是重视热源 不对不是这样说的 其实热源虽然重要 手法您做不到位 重病患者尤其到命危的时候 很难救回来 这一点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手法跟热源既然要互相配合 他一定要经过诊断 诊断我们诊断与治疗都讲得很清楚了 先变疾病轻重 如果重病以热源为主按推为主 如果轻重症就以按推为主热源为主 这样就能够达到治疗的安全性 大幅提升安全性及有效性 这个很重要 好我们下一段就在讲按推 我们看下一页按推手重位置 其实才是技巧 这个也标明出来 你要学手法 你一定要先懂得原始点 一条脊椎脊齐处 它的正确位置在哪里 然后技巧也很重要 技巧如果你没有到位 学得不够好 那你处理轻重症还可以 到了重病因为你的 技巧不行 很可能你一按 第一个达不到绝症 因为很痛 患者又拒绝你 甚至到最后 就丧失信心 所以从影片中也可以看出来 我也看到我的患者 这一位他也是之前都经过 很多原始点人按了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 都没有找出他的压痛点在哪里 而且还说 你那个身体很柔软 然后筋好像也很软 没有问题的 那就是热能不够 如果痛就忍受一下 结果患者一直忍受 忍受到肌肉 你说不甘走路 然后加上恐惧 然后一直在拼姜汤要用 挤进去熬 熬得非常浓 然后浓到 罐子吃进去就拉肚子 那所以胃肠也变得不好 所以我去把它解症之后 那个姜汤 我也没有那么浓啊 是原来的可能 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而已啊 然后因为他胃口也不好 也不需要补充那么多热炎 所以当我帮他解症之后 那热炎自然就解决了 所以这里 除了要重视位置 如果你真的有心要把 原始点学好 那技巧也相当重要 那技巧从哪里学呢 最好上网看影片 不要到处跑 然后哪里有培训班 就去跟人家凑热闹 没有必要 我认为那个 那个教的也没有 不可能完整的 像我的影片那么详细 那你以及有更好的影片 教学材料你还要去培训 而且他们按的 又可能已经 不是我原来的那种方式了 你们也学不到最好的精华 所以我建议 学原始点一定要看影片 好那下面就有讲 这是诊断跟治疗 如何变体伤位置 我像我那个患者 他腿痛大家都变到最后 因为按推技巧不好 都说按推没有立即改善 所以是患速体伤 患速体伤 那就是在患速压 那结果一压他更痛 他痛到本来能走路便不能走路 那本来在用原始点搞到最后 原始点反而伤了 那最近我一直在帮这个患者做 我就发现很多学原始点 确实是学偏了 然后诊断以治疗看似 好像有读过我的书 事实上因为手法的不到位 所以最后的辩证也出了差错 好这个是我对这一段的补充 也感想 好我们看下一段 就位置而言 原始点可分成一条脊椎 颈部 上背部 下背部 共同便赴全身 应用时 只需知道疾病发生位置 为何处原始点所涵盖 即可按推该处原始点 并从中找到需要处理的压痛点 其中脊椎两侧原始点找法的基本原则是 要领前面找后面疾病位置 躯干前面的疾病原始点 向背后相对的脊椎两侧找压痛点 要领旁边找中间疾病位置 脊椎两旁的疾病原始点 向中间的脊椎两侧找压痛点 要领下面找上面 疾病位置 脊椎的疾病 原始痛点 向上沿脊椎两侧找压痛点 原始点 随名为点 实则相连呈现 故按推时 勿拘泥具体有多少点 在临床上 发现各部位的压痛点 或紧一点 或有多点 或先连 承断 甚至遍及权限 且由于原始痛点 位置深浅不同 故手法不仅要清楚按推位置 还要配合按推技巧 就技巧而言 按推要先按 而后推 其按推压痛点的力量 需由轻而重 以测定最适宜的力度 原则是 以患者略感疼痛为一 否则 过重 有强烈疼痛感 所以造成伤害 太轻 没有疼痛感 则效果不佳 按推每个压痛点 约三秒 可来回二至三遍 但只要病重减轻 或体力变差 都要停止操作 以避免过度消耗热能 重病 重症者 可一天按推两次 轻症者 可两天按推一次 但法无定法 若病情需要 且患者能承受的情形下 按推至力量 时间 与次数 即可灵活调整 比如 轻按及痛者 可先用外热源温敷 后用指腹或掌根 缓慢轻柔的处理 等患者适应后 再以手肘按推 适度增加力道 以达到 有浅入身 解除病症的目的 故所花时间较长 用如急救 按推力量 必须加重 一次到位 直至深层 以达到快速解症的目的 故所花时间较短 总之 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患住痛点 既应以患者能承受 且病情得以改善 为最高原则 按推原始痛点之技巧 若要达到精准 均匀 轻巧 不仅设计肘 拳 掌根 指节 指腹的力度 角度 速度 幅度等 还要配合身体姿势 且失作时 必须清楚原始点位置 故学习者 一定要观看教学视频 并竟合格志工 多次指导教证 才能较熟练的掌握这套手法 然一无止尽 即便熟练者 仍需精通理论 不可得少为足 自悟悟人 这一篇 我们来看 前面再讲 位置跟技巧 位置 我建议大家可以参考 我们的人体图 一条脊椎七处 原始点 它的位置在哪里 这里都标示的非常清楚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你在这个位置里面 找出的压痛点 也不要拘泥 它到底压痛点有几点 反正 这个位置你找找看 有可能一点 也可能两点 也可能甚至 每一点都在痛 一定要找才会知道 你用同样的力道去找 不能有时候力量轻 有时候力量重 一定要 开始平常就要练习 位置 清楚了 再找压痛点 找压痛点 就牵扯到技巧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就技巧而言 这里有提到 按推要 先按后推 且按推压痛点的力量 需由轻而重 以测定患者最适宜的力度 原则上是以患者 裂感疼痛为一 好 这里要谈的 我们原始点都是按 按之后才推 我们称为按推 而不是推哪 跟推哪不大一样 很多人来就开始推了 没有压到压痛点 我们说压痛点找出来 那你那个压痛点在哪个位置 你要先顶进去 顶进去那个力道就是按 按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身体 你工具只要轻轻放着 再调整身体的姿势 力道就可以由浅而轻 由浅入深 由轻而转 就可以达到这样 到底这个调整工具 力度什么是最适宜的呢 以患者 刚开始以患者裂感疼痛为一 一定要他能承受 不要压得太大力 尤其很多人第一次 开始尝试原始点的时候 你太大力按往患者 常常回去就痛到不行 按推的位置 你又没有交代说按推 之后要温敷啊 要舒缓啊 才能够减轻疼痛 你又没有交代 或没有做舒缓的动作 他可能下一次就不敢来 我建议学原始点 这个一定要先清楚 好 再来谈由轻而重 这个我常常提到 很多人都以为轻就是 我力量用轻一点叫轻 要重就是我出满力 用力一点工具再用力一点 就叫重 这个是错误的结果 真正的轻就是 你手只要轻轻放着 这样这叫轻了 这样有顶到那个位置 轻轻的放下去 就可以开始推了 这叫轻 什么叫轻呢 你放下去患者感觉 好像没有烧到痒处 他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压痛 你明明知道 他有症状一定有压痛点 好 这时候你可以怎么样 身体姿势再调整一下 稍微靠近前面啊 或是往下沉啊 把整个工具带下去 这个才叫轻 而不是你手臂开始用力 那个叫做满力 那个只有硬邦邦的力量 尤其对重病患者 马上会拒绝你 然后你就达不到解症的效果 他的手还是跟轻一样 那个手是没变工具没变 只是轻轻放着 开始调整身体的姿势 让这个工具很自然的 就可以到达深层一点 这个叫做由清而重 到了深层 患者压痛点就开始有感受 他会跟你讲这样很痛 这样我们就适合而止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过重有强烈感 我说过 会回去会很痛 甚至严重一点 还会消化患者的热能 他已经没有疼痛感 当然效果就不好 外面很多人在宣传 我们有一套手法 是完全没有压痛感 听一听就好 没有压痛感 就不是孙思鸟的阿斯蟹 也不是原始痛点 这个肯定跟原始点就无关了 那种手法 就达不到要解症的效果 好 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这里有谈每个压痛点 一三秒刻来回调 二到三遍 症状减轻或体力变差 都要停止操作 这里我要提的就是 每个压痛点三秒 来回三遍好了 每个压痛点也只有九秒 这个是提醒各位 各位刚开始学的时候 常常就是力道太蒙 太蒙找到压痛点又有兴奋感 一找到就一直想按人家 时间按了多久自己也忘了 按到忘了自我是谁了 把患者揉到很痛 他都不肯放手 有些人在学习原始点就会这样 让患者害怕 这里也会特别提出来也是这样 如果你手法能够 就像我说的 懂得用身体的力量 把工具带进去 那种工具 没有压迫感的时候 你油清又能够慢慢 深层的慢慢带进去 用身体把它带进去 不要说三秒 你揉个三十分钟都没事 甚至就像我刚刚讲的 重病患者 照理应该是以热源为主 症状 症你不能解除 它热就进不去啊 光一个头部 我刚刚前面有讲 我光按一个头部 就按了两个小时 你们想想看 你们可以做到这样吗 这本书缩写三秒 来回三遍 这样能解重病患者的症吗 当然不可以 到重病患者 这个一定要懂得变化 一定要由清而重 然后懂不要用蛮力 如果你能做到 你按多久 其实都没有问题 就像我太太 她身体也很虚 在安宁病房的时候 我是请四个人 帮她按摩 按摩那个力道都很轻 而四小时按摩 我发现她反而身体更好 身体也觉得 因为她都没有运动 靠着大家这样按摩 反而生命力更稳定 到重病 不是时间的问题 是你的手法有没有 懂得不能出蛮力 要由清而重 这个才是重的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这里特别提 重病到底一天可以按推几次 像我说的一个头部 我按两个小时 你说几次呢 几次是我认为也没什么意义 反正她只要有不舒服 你就是要想办法帮她解针 而且几次不是问题 你早上按 可能她轻轻按就会痛 你慢慢帮她 温敷之后慢慢按 花一点时间 她的症就可以改善 如果完全没有改善 记得 下午就可以按啊 隔一个小时或什么样 再继续按也可以啊 甚至就连续一直按下去 按个一两个小时 也没问题啊 问题是你如果手法是蛮力 轻重症会轻着被你按到 片体鳞伤 重病很可能被你按到 挂了都有可能 这就是我为什么写书的时候 分几秒钟还有几次 事实上真懂 你真的把手法学到位 也真的够细心 都能以病为师 患者说很痛了你就不要再施力了 都能够这样做到 我相信 几次也不是问题 时间多长也不是问题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这里说法无定法 需要患者能承受 按推力量次数皆可灵活调整 继续看下面 这里是举例的 轻暗疾痛 这里有讲 这个都 我刚刚讲的 怎么调整身体的姿势 油浅入深 可以先用热炎 文字写得很清楚 我就不再重复了 重症 来继续看下一页 如急救 他的按推方式就不一样 他可能一开始就要 已经来不及了 而且跟时间赛跑 这时候 你身体 还是要懂得用身体的力量 不是用蛮力 是身体直接沉下去 直接就 直接就透进去了 一次到位 到深层就可以快速来解症 这样的时间很短 不需要很长 我们继续看下面 这里也是特别提醒 按推都要与患者能接受 我说像我处理这个 我现在在处理的重病患者 就是被学原始点的人 按到不能走路 本来他能走路 他就从患处大力一压 他马上不能走路 从此他就躺在床上 好几个夜 这个都是要小心的 这里还是一再停 一定要与患者能承受 你才可以为之 初学者这句话一定要记得 而且处理所有 不管乐园也好 按推为好 都要以这一句为最高标准 好我们继续看 按推技巧要做到精准均匀轻巧 不仅涉及这些工具 还有他的角度幅度种种 最重要还要懂得配合身体的姿势 比如他很痛 你按下去他很痛 你那个速度就不能快 就要变慢一点 这样患者承受度就可以提高 不能用手的蛮力 还要懂得身体要轻巧把工具带进去 这样才能达到节症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这里是一个好像最后的结论吧 制作者他第一个一定要懂得原始点位置 你要懂得位置又要懂得技巧 当然一定要看视频 看视频最后你到底都对或错 还要经合格制工多次矫正 当然这样是最好 问题全球现在合格制工在哪里 我们也没有 我几乎很少去培训 到底他合不合格我也不知道 现在各个工艺点他们的说法行不行 我也不知道 大家也不要往外求 就先从我的视频好好学 反而可以学到真功夫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学了之后最好你自己也拍 叫人家帮你拍 再跟我的影片做比对 这样一比对你就可以很快的掌握住 到底你哪里偏差 自我做修正 说不定还比去到处拜师学艺 可能都还要好 好这个手法如果学到好了 最后还是提醒各位 你一定要精通理论 就像我这个重病患者 他是重病患者 结果他热源不够 你没有补充到 整体只是你看到局部的患处肿瘤的部分 大力一压 结果就出事 他身体就垮下去 类似这种我们诊断以治疗 到底重病应该以热营为主 按推为辅 轻重症要以按推为主热营为辅 这些都是基本功 我们都要把理论读透 临床上才不会一出手变错 甚至不要说帮人家 帮助人家的病症解除 甚至你还会误了人家 好这是这一篇手法篇 我就讲解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好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张医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